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雪州沙亚南今天下午发生一起惊人的飞机坠毁事件 调查显示 这辆小型飞机从佛罗交易起飞 原本预计在中午2点50分降落在书邦机场 没想到飞机在落地前两分钟却突然失控坠毁 撞上途经的轿车及摩托车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而飞机上的8名男子包括飞机师和乘客全受罹难 其中一名死者确定是彭亨州行政议员 同时也是博朗埃区州议员的佐哈里哈伦 消息传出之后 彭亨州议会议长穆哈默沙卡 和西蒙文东国会议员雪弗拉也在社交媒体贴文 证实这起噩耗 愿死者安息 民航管理局首席执行员诺阿斯曼指出 飞机在出事之前曾经和书邦空中交通管制塔台联系 并已经获得降落许可 飞行途中也没有发出任何的求救信号 一直到下午2点51分 塔台观察到坠毁地点冒出浓烟 这起空中事故也是我国近10年来发生的首宗 小型飞机坠毁大道 导致民众身亡的案件 有目击者形容 失事飞机在坠机前 疑似在空中多次盘旋 而网上也流传出多个飞机坠毁前的画面 爆炸产生的大火球瞬间吞噬正架飞机 喷射出残海碎片 整个马路也陷入火海 场面犹如小陨石最低 令人触目惊心 驾驶在平静的高速大道上 下一秒却是猝不及防的生死一瞬间 从网上流传的行车记录一片段可以看到 飞机失控撞向雪州沙亚南埃尔米纳路段 几乎只有短短不到几秒的时间 滚滚黑色浓烟和火势直冲天际 坠机路段被炸出一片焦黑 爆炸的冲击力难以想象 根据民众在事故现场拍摄的画面 由于飞机体爆炸断成多结 碎片残台散落在马路上 而被烧毁的摩托 火势也还没被扑灭 甚至有人拍到了烧焦的遗体 情况害人 意外发生后 救护车和消整局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展开救援行动 警方也在现场拉起封锁线 并引来大批民众围观 路过的车辆被迫放满车速 整条道路的交通陷入瘫痪 针对这一起飞机坠毁事故 交通部长陆赵福在刚刚7点15分 召开记者会表示 目前有关当局还在调查飞机坠毁的原因 同时罹难者的名单 还需要经过医院的进一步证实 才会做出公布 他呼吁民众不要在网上多做揣测 目前当局也正在寻找飞机黑箱的下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